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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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上一部影片講了一些混沌大亂鬥改版之後呢 推出的新的模式還有一些系統的調整 那這一部影片呢我們就來講一些 英雄的調整以及裝備的調整 那我們就先從英雄調整開始來說起 菲尼克呢在這一版呢技能改動了 被動呢暗器 第三下普通攻擊攻擊到敵人的時候呢 會對敵人以及身邊的所有敵人造成 額外的物理傷害 那這個對身邊所有的敵人呢是包括建築物的 並且呢這個傷害是可以暴擊的 E技能飛賊印記跟以前一樣齁 就是菲尼克會標記一個敵人 那持續4秒鐘 在標記的期間呢只要攻擊到的目標 都會觸發我們的被動 並且疊加一層飛賊印記 那如果呢我們今天在這個 4秒之內呢疊到了4層印記的話呢 目標將會受到1秒的暈眩 那如果沒有疊滿4層的話呢 每一層呢會暈0.25秒 並且呢在施放E技能之後呢 我們會提升25-50%的攻擊速度 持續4秒 那如果目標呢直接達到4層引爆的話呢 會有額外的物理傷害齁 並且呢如果今天的4層呢 是在英雄身上引爆的話呢 還會刷新2技能的冷卻時間 那新增了一個 施放期間可以位移一段距離 不再跟以前一樣 只是原地丟一個飛賊印記過去 現在還新增了一段位移距離 2技能風遲電測 菲尼克向指定的方向返滾期間 不可選中 每0.5秒呢 對入境上面的敵人造成物理傷害 以及減速 那改版之後呢新增了殘痕的傷害呢 也會疊加飛賊印記 那由於這個2技能的改動呢 菲尼克要疊出4層飛賊印記 我覺得應該算是一件滿簡單的事情 大招煉錘風暴 扔出煉錘到指定的位置旋轉 跟以前一樣 每0.5秒會造成物理傷害 那這個傷害呢 是可以暴擊的 造成50%的額外傷害 那現在呢 改完了之後呢 大招目前已經不能疊1技能的印記了 大招的中心呢 也沒有雙倍傷害了 雖然說大招看起來是有點改弱 但是呢 由於1技能以及2技能的 強度呢是有提升的 所以我覺得 菲尼克在這個新的版本呢 是一個後期新秀啊 應該會變得滿熱門的一隻英雄 盧蜜亞的1技能神之光輝 修復了一個BUG 會導致強化的神之光輝範圍超出預期 可能是在說以前的時候呢 盧蜜亞在丟那個強化的1技能的時候呢 就算沒有被那顆球碰到 但是呢 只要靠近那顆球的話 還是會被暈 這個問題吧 並且呢 把強化1技能的末端暈眩時長呢 從1秒改到了0.75秒 那我覺得盧蜜亞這個改動呢 應該算是還好的 影響不大 握馬爾的被動重擊 魔法傷害呢 從原本的3-7% 改到了4-8% 算是提升了握馬爾的強度 1技能勢不可擋 傷害稍微被調低了 冷卻時間呢 在前期是被調短了齁 那在後期呢 是被增加了 技能2耀武揚威 施法時間呢 從0.467秒 改成0.333秒 也就是說呢 握馬爾在錘那下錘子的時候呢 施法時間變快了 到我們按下2技能的按鈕之後呢 等待的動畫時長不會那麼久 也讓技能呢 可以偏向順發 但是呢還是有0.333秒的一個 施法時間 大招威震八方 他移除了回血的上限 那我覺得這對握馬爾來說 算是一個 蠻大的福音 因為握馬爾 自從上一次改版之後呢 出場率還是 沒有那麼高齁 那希望這次的改動之後呢 可以讓握馬爾 變得跟以前一樣 非常長出 可以在傳說戰場上面呢 更長的看到他 朗博的1技能開逼烈石 從原本降低15%的攻擊力呢 改成降低10-15%的傷害輸出率 埃羅的1技能呢 冷卻時間從7秒改成的7-6秒 2技能剔骨 在五層被動的時候呢 這個技能啊 將會消耗全部的怒氣 並且呢 獲得霸體的效果 提高50%的回復和傷害 而且呢 這個巨斧還會 擊飛敵人1秒 算是小小的buff了埃羅 這隻英雄的2技能 奎倫的1技能割裂 物理傷害被調高了 那這個奎倫的1技能 被調高的原因呢 是因為 等等會講到 打野刀的傷害調低了 所以呢官方把奎倫的傷害 給他調高了一些 來增加奎倫的一些爆發 飛類的被動呢 所造成的物理傷害呢 被調高了一些 大招施放之後 物理攻擊力增加的 數值呢 也被調高了 莫拉1技能破功之四 他修復了一個bug齁 就是 在我們跟敵人 距離很近的時候呢 我們如果施放1技能的話呢 我們是沒辦法暈到 黏到我們自己的目標的 那這個版本呢 有修復了這個bug 那因為修復了這個bug呢 所以呢 莫拉的大招傷害就被調低了 莫拉有點小可憐齁 接下來呢 納克羅斯2技能 幽冥鬼步 那 施放完2技能之後呢 打了那一下普攻呢 又再度被削弱一些 亥牙的1技能 咒語 穿透小兵使子彈傷害的降低比率 從20%變到30% 算是稍稍改弱了亥牙在對線的時候呢 可以很 不費摧灰之力 就把小兵清掉了這個 情況 大招萬象冷卻時間呢 也被調長了 但就算是調長了 我覺得亥牙這隻 這隻英雄啊 因為他是打增傷的嘛 所以呢 還是非常的op 機動性又高 打出來的傷害也很高 頸呢 原本的普攻射程呢 是6.75米 現在改到了7米 算是增加了一些頸的普攻距離 被動填彈 普攻攻擊爆破手雷 還有重磚火力 命中英雄時 減少蓄勢待發0.5秒的時間 現在普攻啊 2技能啊大招啊 都可以減少1技能的冷卻時間了 那1技能的傷害呢 當然理所當然就被降低啦 1技能翻滾完之後 射出來的那下普攻的範圍呢 也從原本的10米改成9.5米 魔力消耗也降低了 這代表著井呢 在之後呢 他可以在會戰裡面做出更多的位移 可以翻的更多次 但是呢 我們可以更有機動性的在戰場上面滾來滾去 然後呢對敵人造成大量的傷害 2技能呢 冷卻時間也被調降了 好接下來是裝備調整 全能武器這件裝備呢 物理吸血從原本的10%改成了8% 最大生命值從500降到了400 並且呢 新增了一個被動 普攻命中之後會提升自身的10%跑速 紅野刀呢 物理攻擊從55提升到了60 寒冰制裁魂獸的魔法傷害呢 被調低了 那3秒內呢 提高對英雄的傷害從原本的7%改成5% 這邊被調降了2%齁 所以呢 這就是前面為什麼奎倫的1技能 傷害會被調升的原因 那寒冰制裁呢 冷卻時間從30秒改成了25秒 狂暴之手這一件裝備 他算是一個防裝 那他給的防禦力呢 從原本的225物防呢 變成只有180的物防 那唯一被動狂暴呢 目前是已經改成了物理吸血 遠程無效 所以呢 從這一版之後呢 就再也看不到 射手再來出狂暴之手啦 楓炎神功唯一被動 增加了0.3秒 最小的觸發間隔 接下來是輔助裝齁 水系的輔助裝備 覆蓋的範圍呢 從6米提升到了8米 那唯一被動奉獻 友軍拿到的錢還是一樣多 但是自身拿到的錢呢 就會比較少一點 最後呢 魯特這邊整理出了 中服野 魔龍 凱薩 各路目前哪些英雄比較強勢 在這次的改版之後呢 魯特覺得中路呢 是圖倫還有藍啊 圖倫這隻英雄呢 在打排位上面呢 我覺得還是非常強的 尤其是前期 在跟敵方英雄的碰撞上 那藍呢 哇 標準的一隻 非常魯蕭的一隻角色 不解決掉他呢 又很麻煩齁 要解決他呢 也沒那麼容易 又有一個無敵 還有一個加速 非常的煩人 打野呢 那在這次改版之後呢 非常看好菲尼克齁 感覺他的二技能呢 機動性應該會變得蠻高的 跌到被動之後呢 哇 整場順來順去的 輔助呢 魯特則是覺得 是藍提米還有安奈特 尤其是如果今天 我們中路拿了一個圖倫 我們輔助再拿一個藍的話 哇 跟中路一起搭配著 非常的強勢 魔龍邊線的部分呢 亥雅和卡芬尼 我覺得還是一樣啊 還是這兩隻 當然如果對上有人選了 菲尼克 射手當打野的話呢 就可以出一些 像是馬洛斯這種 可以扛邊的英雄 凱薩鞭呢 我覺得是夜叉塔拉還有弗洛倫 好 那如果以上這些呢 有我沒有說到的話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補充喔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在影片下方 幫我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